同學們,604頁,回歸固測線 這個是真正的Y 理論上頭 theoretically跟empirically呢,我們說理論上我們認為Y呢 是有一條,存在的一條回歸線 我們認為一條回歸線,穿越它 然後回歸線跟真正的Y之間有些許的誤差 這個些許的誤差呢 如果你的回歸線是正確的一條模型的話 這個些許的誤差呢,它應該符合一些四個假設 常態分布,期望指揮,病述書是固定的,互相獨立 這四個基本假設,還記得吧 那如果檢驗出來的結果符合這四個沒有任何一項違反的話呢 我們就知道說,它這個切許的誤差呢,是正常的 那之所以會正常 就代表它身體是健康的 否則的話,它排 身體所排出來的一些 一些物質啊,會不正常 如果檢驗的結果,它正常的話,能發覺它身體是正常的 代表它模型是正常的 這樣理解它你就知道 所以,回歸線這個東西呢 是一條線穿越到 理論上頭我們是這樣架構它 可是在實質上頭來講的話呢 我們知道呢,它 既然你認為理論上頭有一條這樣的線穿越過它這些點 所以你應該想辦法去找出這一條理論上頭存在的這條回歸線 可是這條理論上存在的回歸線,你把它表現出來的時候呢 它就不會是 不會是你原先所講的 因為這條回歸線,你本來認為它是 應該是這樣子 可是這個β0β1啊,也沒有人知道等於多少 所以,empirically在實際的數據上頭 你能夠拿到的就是那一筆你手上所擁有的資料 從那一筆資料上頭,你算出一個很類似這個東西的 那點呢,是這些點啊 那你算這條線出來啊 中間當然是有一些誤差啊 這個誤差啊就是一啦 這個一啦 你就是檢驗 有沒有符合那四個基本假設 如果有的話呢,代表你這個假設呢 你這個回歸線是好的 是有表現出Y跟X間的關係的 否則的話就沒有 那所以理論上頭是因為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在實際上頭,在實驗上頭 我們才能夠按照這樣的理論去實現它 去找出這樣的一條回歸固測線出來 所以這條叫固測線 叫Estimated Regression 這條叫Regression 是Estimated Regression 找Estimated Regression 如果在這個簡單回歸來講的話呢 就是你要找兩個係數 一個是B0,一個是B1 B0跟B1的找法呢 就是14-6跟14-7 這兩個 那 這兩個當然沒問題吧 還記得吧 這不會太難 所以會有機會用到這兩個式子的時候 那給你一些數據 你去算一下 B0跟B1出來 去做別的應用 還比如說 你在實際上還記不記得我們要找Train 是不是要找Train 像這樣的一個Time Series 它不是水平的 它是一個向上攀升的 所以它的Train是什麼 它的Train是一路上升的 所以我們扣除掉它這些季節性的變動以後 所剩下的就是一條相當平滑的一條線 穿越這些線會找一條回歸線出來 這個回歸線呢 就代表這個Train 那我們在那個Decomposition Time Series的Decomposition裡頭呢 我們就先找出這些Index 季節性Index以後 把它給剔除掉以後 就是Decomposition 就是Decisonalize 就是去季節化以後 再把去季節化的那些點呢 去找一條回歸線 穿越過去 先要做去季節化 然後再找回歸線 找趨勢線 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就會用到找這個地方 是吧 還有我們的15章裡頭也會 也會他們就給你一個報表 裡頭有一些報表呢 有空格 那叫你去填它 還基本上是有考試考這樣的題目 在第 大家看一下740頁 741頁 像這種報表 給那個報表裡頭有一個空格 你把它填上去 然後呢 想辦法回答底下的這些相關的問題 這都是同學要留意的 把很多的觀念混在一起 那你要知道 如果我們是多重回歸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去算 它多重回歸的 Beta B0 B1 B2 你是多重回歸P大於1的時候 那如果P等於1的時候 你只是簡單回歸的時候 你只要算一個東西 在那個時候呢 你就是有必要去 要會算B0和B1出來 雖然 雖然 不會是很複雜的計算 那要有這個 這個了解 那麼 同學看一下 Adjusted R2 大家看一下696頁 上面那個式子 那個式子 你要去記它 不好記 我上回提供給你們一個式子 做法是怎麼樣 1-R2 除以1-R2 就是 Adjusted R2 1-R2 R2是會比較小 1-R2 所以 所以 N-E去乘上 1-R2 會等於 1-R2 乘上 N-P-E 這樣去記它 對 OK 而 J-R2是比較小的值 所以這個值比較小 這個值比較大 但是怎麼大都不會大過1了 所以1-R2 它一定是正的 所以 1-R2 所以上面分子的值啊 一定比較大 分母的值一定比較小 因此 你這邊一定是百N-E 這邊一定是百N-P-E 是必然的 這個等式 你抓這個等式就好了 不要去用那種方式去背它 那個方式不容易背它 15-19那個式子不容易背它 這是算Adjust our script Multicollinearity還記得嗎 多重貢獻性 多重貢獻性是何時會發生啊 自變數跟自變數之間有高度相關的時候 相關係數高達多少 0.7 那個相關係數一定是樣本相關係數 Sample Sample的這個 Co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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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張的東西啊 其實是蠻多的 那15張成績的我們前面14張的概念 所以呢發展出了有一些其他的應用 各位同學 再來看一下 什麼是R-square R-square R-square是什麼 還記得嗎 R-square是什麼除以什麼 SSR除以什麼 SST OK 所以我們知道說 SST 可以拆開成為 SSR IOS M SSE 所以SSR是呢 你用回歸線呢 可以解釋的 那些點 用回歸線可以解釋那些點的量 去除以總的變異的量 那這個式子是什麼 這個東西比較十倍 這 你看 這個是殘餘項 SSE 這個是SSR 你用回歸線 來替代這些點 要這樣去理解它 才知道它的爭議 它的爭議是你用回歸線來替代原來的點 所以你回歸線有替代的了嗎 你看 點本來是這樣子呢 很雜亂的 那你用一條回歸線 用回歸線的點 來替代外面的這些點 原來的這些點 替代性有多高呢 你看看 線上的點來替代外面的點 絕對有差距 這就是差距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替代性有多高 線上的點 替代原來的點 替代性有多高 所以為什麼是拿SSR去給SSD 概念是這樣的 得到一個R2出來 這是R2的概念 那我們談到了 多重貢獻性 多重貢獻性 這個如果實際的數據給你的時候 你可以去做一些檢定 但是比較可能就是 給你一個概念 要你解釋一下 什麼叫多重貢獻性 類似這樣的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Dummy Variable Dummy Variable 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 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 回憶一下就回來了 你可以把數據呢 設Category 然後Categorical Variable 可以去決定呢 到底這是哪一個Category 所以本來712頁 這個圖很清楚的 本來你這些點啊 雜亂無章的 你如果只畫一條線 穿越這些 E啦跟M的這些點的話 你這個R2一定不高的 取代性很低的 但是如果你畫兩條的話呢 顯然它就可以分成兩組 啊 那麼每一組呢 就有一條 藍色的綠色的 穿越過去 哦 你就發覺 哦 那差異相當少 就變成R2可以 突然間 增加很高 這個圖啊 是個非常 非常典範的一個圖啦 很有代表性的圖 15至9這個圖啦 讓我們知道 為什麼要設Dummy Variable 為什麼你的回歸線 要分群而設 看你全部的資料有幾群 你很可能資料有三群 你要設三個Variable呢 假設你資料是這樣子 如果你只畫一條的話呢 穿越過去 或者穿越過來 R2一定不高 可是你如果先把它給Plot 先把它給Plot 記不記得這本書 記不記得這本書 竟然叫你呢 把一筆資料把它給Plot out 去看一下它的Scatter Plot 記不記得 Scatter Plot 散佈圖 先把它散佈圖 先把它散佈圖一標出來 你用你的墓式去研判它 你發覺顯然呢 這邊應該三條 所以顯然你發覺你的CategoryVariable 應該設兩個 才能夠去分別出呢 有三種不同的狀況出來 那麼設CategoryVariable的方法呢 同學知道吧 你有三個 那你可以設像713頁這邊來講 你可以設 K一個 K一種情形 你可以設K-1個Variable 好比說你有 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 一直到K一個 如果你有K種狀況 你可以抓K-1個Variable代表它 到K-1就行了 比它少一個就行了 那X1是對 對第一個Variable來設的話 那是1 其他都是0 X2如果是對 第二個來設的話 它是1 其他都是0 第三個也是一樣 1 其他都是0 那麼最後一個K-1的時候呢 你設 K-1個 為1 其他都是0 我們也是一樣 那都是0 1 那最後那個一定什麼都是0 0到底 對吧 這沒問題啊 這DummyVariable是很實用的 如果這些用電腦跑了 我們 都不會在這次出現了 所以這次出現 事實上是 東西是比較多 但是呢 同學可以 應該可以約略知道 他考的東西呢 會是 比較適合在彼此上頭 琢磨的會是什麼東西 所以同學不用太緊張了 不會是 跑電腦的一些比較 像這個DummyVariable這種設計的話 比較可能是 概念上頭 另外 Logistic Regression的這個同學 要留意一下 這個這裡頭 會有一些題目 從這裡出來 你要知道什麼是 它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你這個 Logistic Regression 它的概念 大家知道吧 它的原因是 要去 預測 預測一件事情的機率 而這件事情只有兩種結果 就是 預計 某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不是1就是0 1的機率是p 0的機率是1-p 你去申請實習 只有兩種結果 不是接受就是拒絕 你設定如果是1 那就是接受 設定是0那就是拒絕 不是接受就是拒絕 那接受 有接受的機率 假設你知道接受的機率是p 假設你也知道呢 拒絕的機率當然就是1-p 接受的機率是p 當然拒絕的機率當然就是1-p 那麼 那麼 所以 在這個地方來看的話呢 你的EY值 就是 就這個機率 對吧 那我們都知道 Y Y是什麼 Y不是EY 加上Epsilon嗎 我們做回歸的時候 就是在找它的期望值嗎 找 找代表期望值的一個式子 代表期望值的回歸式 代表期望值的回歸式 應該是 beta0 beta1 x1 加到beta p xp 這就是Epsilon 可是 你的期望值可以表達成為 線性這個方程的話呢 前提有一個 就是你這個回歸是線性回歸的 啊 線性回歸的話呢 你的每一個值 帶進去 都可以算出一個值給它 可是偏偏這個地方有問題的 你的EY呢 它本身是個機率值 機率只能夠介於0跟1之間 所以呢 你用這樣的式子代表它的話 沒有辦法 所以你要想一個法子 表達出呢 EY值 是0跟1之間的一個數 所以這個時候才讓呢 統計學家去發展 之後說呢 你應該把你的EY啊 設定會成為什麼 才能夠表達出啊 你是 假設你有一條這樣的函數 啊 有一個這樣的函數 它的值啊 一定介於0跟1之間 它不會 你X如果不斷的增加 最後趨近於無窮大 這邊整個父母也趨近於無窮大 可是不管呢 它再怎麼大的話呢 父母一定比分值還多一個 多1 所以這個值啊 橫小於1 所以它介於1了 小於1 那這個值呢 不管你X多麼的小 小小小小 那比0還小 這個地方永遠比分值還多一個1 所以這個值啊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大於0 不會是負的 所以它的值一定是介於0跟1之間 所以完全符合我們這個需求 0跟1之間 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把EY的值啊 它的函數形式呢 界定成為 把這個東西放到這裡頭去 放到這裡頭去 形成的 形式上頭是這樣的一個 函數形態 啊 然後自變數就可以放到呢 這些密次 這些指數的地方去 要表現它 對不對 有沒有概念 有概念回來了嗎 那這裡頭呢 要留意的就是說 所謂的 odds 跟 odds ratio 那邊是 odds ratio呢 那概念呢就是你某一個自變數的值 那當你問 什麼是你的 odds ratio的時候 你知道 odds ratio是指的 哪一個自變數 是針對 第幾個自變數 針對一個自變數而言 它的 odds ratio 一定是對哪一個自變數 對某特定自變數而言的 所以它的 odds ratio一定是 比如說對 第一個自變數而言 所以呢 就算 沒到外 它的指數算出來一定是如此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因為 odds ratio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 odds相除的結果 odds是什麼定義 還記不記得 odds的定義 odds的定義是什麼 贏的幾率 贏的幾率出於輸的幾率 對不對 那贏的幾率是多少 贏的幾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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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ability y等於1啊 輸的幾率是什麼 y等於0 這就是賠率或是勝率 是勝率的概念 概念上我先把它找回來 還記得嗎 這個y等於1的幾率是多少 y等於1的幾率 y等於1的幾率 是 這個是 這個是贏的幾率 這個是贏的幾率 輸的幾率是 對不對 這是贏的幾率 是輸的幾率 所以你如果把它劃一下的話 父母就劃掉了 然後剩下的父母是1 加這個減掉1 所以父母一定是1 分子最後就變成 1的β0 加上β1 x1 加上βpxp 所以 odd 勝率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odd 要記得 logistic equation odd就是這個 那odd ratio呢 odd ratio顯然就是 第i個 增加的一個單位 除以沒有增加 the odds ratio the odds 看這邊 看這邊 所謂odd ratio 這個是odd 這個也是odd 這個也是odd 兩個odd相比 才叫做odd ratio 對不對 所以單獨的odd 是這個 所以單獨的odd是這個 所以你有兩個很類似的odd 相比較 才得到叫odd ratio 而這什麼東西跟比 跟什麼東西相比呢 就是 你沒有增加一個單位之前的 跟增加一個單位之後的 兩種odd去相比 叫做odd ratio 所以這種比法 的結果呢 它一定最後一定呈現出 只是βi的指數而已 其他都消掉 這很簡單吧 這可以看 對吧 所以odd ratio可以解釋成為說 某一個自變數 增加一個單位以後 你的odd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本來的odd是這個樣子 增加了一個單位以後的 新的odd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這邊才寫0 這邊才寫1 也就是某一個自變數增加了一個單位 增加一個單位的結果一定是1的βi次方 這叫odd ratio的概念 可以嗎 那事實上你增加也不一定只增加一個單位 你可以增加兩個單位 你增加三個單位 你可以增加C個單位 如果你增加C個單位的話 最後結果變成什麼 βi乘以c 所以看題目問你什麼 不是問你odd多少 要不然是問你odd ratio 問你odd ratio一定是某一個自變數 增加一個單位 odd會產生這麼大的一個變化 那你不一定是增加一個單位 你可以增加兩個單位 三個單位等等 就是odd ratio的概念 可以哦 印象是不是回來了 odd ratio 那什麼是logit 這個叫odd logit是指哪一塊 這個叫logit 這一片 這一片叫logit 這叫logit 這只是名詞而已 然後logistic regression的這個報表 大家看一下15至13這個地方的報表 可以讓我們看出來 可以讓我們看出來 一樣的它有所謂的 odd ratio幫你跑出來 它有做所謂的 Z減定 和所謂的G減定 G減定 就像我們以前所說的那種F減定 Z減定就相當於是T減定的概念 好 你可以看728頁 中間這個地方 這適合考什麼題 考解釋題的 是吧 他說這個G 這個Test Statistic呢 這個G呢 它本身 是一個 high square distribution degree freedom是多少 degree freedom是你自變數的個數 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是單獨 對一個自變數的減定 我們以前叫T減定 那這個地方呢 它不是T減定 什麼減定 Z減定 單獨一個自變數 這減定是Z減定 不是T減定 整體的減定 叫什麼減定 叫G減定 不是F減定 啊 把這個觀念把它找出來 看看729月底下那個表 這是你有 這個題目 這個百貨公司發卡給你 你有卡沒有卡 會影響到你願不願使用Coupon 它發Coupon給你 不是發卡給你 它寄Coupon到你手上 還記得嗎 但是你會使用Coupon的意願有多高 取決相當程度取決於兩個要素 哪兩個要素 你有沒有卡 第二個有卡你就有歸屬感 你願意到那邊停車 停車免費 然後有卡的話呢 你還可以享有什麼 九五折的優待 那每一卡你當然就 就很疏遠 而且還取決一個什麼 你每年花多少錢 你每年會有多少的 的這種消費 消費在這些百貨公司上 這兩大因素呢 分別設定兩個字變數 然後算出它的機率值出來 這個機率值就是什麼 就是Y等於1的機率 所以Y等於1的機率 它幫你算出在這個 這個地方 729頁底下那個表 上面這個機率就是你會使用 Coupon的機率 16章有個地方同學要留意一下 就是核實加核實減 製變數 減定的方法呢 就是769頁 這個地方 始終都是拿 比較少的製變數情況之下 SSE它會比較大 減掉比較多的製變數情況之下的SSE 因為它會比較小 對吧 相差把它放在分子 除以什麼 除以平均每一個 自由度之下呢 SSE的一種貢獻度 所以底下 夫母事實上就是MSE的概念 大家同學可以留意一下 看16至15 跟16至14 這個地方 那這邊的概念像 你在選你的製變數 建立的模型的時候 你可以有幾個不同的做法 一個是所謂的 Stabilized Regression Stabilized Regression呢 每一個循環呢 就是先退 退退退退 它不能再退的時候 再想辦法加 所謂的退的意思就是 你現有的 自變數裡頭 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退出來的 那它可以退出來 另外就是它PValue比較 比較這個 PValue是比較 你外面要放進來 放進來的話 可以退出來 PValue是比較 比較 突然間有點秀懂 正好有點 好吧 OK 總之呢 就是透過PValue來決定呢 你是要退還是要進來 好吧 OK 就交到這邊了 還有Backward Forward 還有Best Subset 好吧 OK 那就 放到這邊了